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頻道 今天摺紙教室要來教大家怎麼摺出聚寶盆 看這是我摺出來的聚寶盆 那我們摺這聚寶盆呢 就是到時候你可以放在家裡的柴位 然後放上幾個元寶 然後招來招 招財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著做看看喔 好那今天呢我們是用這張 這張紙來做示範喔 這張 這張紙呢在那個金紙店呢購買得到 看有沒有 行事天財補運補徒財庫財源通順 這邊 然後這邊是寫 八路財神日夜禁寶 有沒有 就讓你們招財用的 然後我選的這一張呢就是長寬各20公分 然後這張紙呢我們要準備五張 那我先做第一張做示範喔 好一開始我們先貴摺 成一個長方形 好剛才我已經貴摺好了 貴摺好了 然後呢翻開來 然後呢翻開來 然後右邊呢 右邊往中間限摺 對準好 這樣子 然後我還在這裡用硬幣再壓一下 然後翻過來 然後再摺一下往中間限摺 然後再摺一下往中間限摺 摺好了呢 好那這邊呢 我再往右邊摺 好那這邊呢 右邊 往這邊摺 前面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頂點呢 對準 這裡 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拍經典讓大家看 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 這個鞋面呢 要多鞋都沒有關係 看你們自己 那我想說 就是讓它對齊這個 這個點 然後 然後 這邊 左邊呢 一樣 頂點 對齊這個 好 那我們這樣子 一個 一片的組合 就完成了 一片 然後這樣子 要做五片 要做五片 好 那我們這五片 都已經做好了 我放在旁邊了 放在旁邊做好了 那接下來呢 要注意看喔 接下來就是 我們這邊要翻開來 翻開來 好 翻開來 這邊 我們要用 把它做組合 這邊 這邊翻開 這邊翻開 然後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樣子對齊之後呢 用定數機把它定起來 定數機 好 讓我拍鏡 等一下給大家看 我們這樣對齊之後呢 好 這邊也要對齊 對齊之後呢 來去叮 定數機把它叮起來 大概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邊有個折線 這邊有個折線 然後把它叮起來 叮起來 對齊 對齊 這塊是這個位置 折線 折線上 然後這邊 再把它定一個 再定一個 這樣子會比較穩固 再定一個 所以會有兩個定數 針 這邊 然後還有這裡 好 然後 接下來都一樣的 然後這邊 把它翻開來 翻開來 然後把它 攤開 攤開折出來 好 這樣子 好 我們再一起來 一樣的喔 另外 另外三個 一樣做組合 這樣子 好強喔 直接的 好 這樣子 做得比較快 然後 再來 好 那接下來 我已經用到最後一個了 因為剛才一直反覆而已 所以那會我就沒有把它拍進去 那最後一個也是 最後一個也是把它 這樣子 拉過來之後呢 一樣的 把它 對齊好 然後釘 這邊 對齊好 我們這邊對齊好 對齊好 好 定收機 已經 已經好了 然後 然後 我要做一下調整喔 這邊要把它搬開來 搬開來 好 剛才我忘記跟你們講說 這個要先搬開來 搬開來 我們要做 這個地方要先把它攤開 然後這個也是要把它攤開 下面的這個 先把它攤開來 攤開來 這邊 好 我先把這邊都弄開 弄開之後就比較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好 那先 像是這樣子喔 然後你翻到後面來 翻到後面來 我們這邊要做一個 調整 就是 剛才我們這邊不是有個折線嗎 我們就是順著這個折線呢 把它往裡面折 把那個折很用明顯一點 然後給它看一下 先折 先看裡面有沒有用好 裡面用好了 然後再把它折進去 先往外折好了 先往外折 往外折之後再往內折 好 那剛才呢 我已經把那些都折好了 就是 剛才我有講的嘛 就是折線就往裡面折 然後這另外四個邊都已經折好了 就只是重複而已 然後呢 好 先這樣子喔 然後依序 依序這樣子 疊上去 要有個 順序 這樣會比較好看 疊上去 然後這邊再疊上去 好 有個順序 這樣子 這是底部的 底部的 然後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呢 是不是 就是 裡面就是像這樣子 裡面是這樣子嘛 有個五角形對不對 五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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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是 然後這邊呢 這邊有 我會把它黏住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翻開不好看 那有些人是不會黏 那 看你們自己要黏不黏都可以 那這邊 就是這個地方我會 切了算面膠 或用白膠把它黏著 這樣子我覺得 收尾比較乾淨 我覺得比較乾淨俐落啦 這樣子把它黏住這樣子 üflower losing 這個步做 這步步 不重的可做可不做 那我還是用白膠把它黏 黏住好的 因為我覺得 我不喜歡這樣子攤開來 我覺得 就沒有那麼好看 那 functionality把它黏住 那另外一邊 其實剛才我都已經黏好了 另外一邊我都其實都黏好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 呃 有些人 你看其他人的 其他人的做法 會用一張紙 然后再把它压进去 然后当成一个底部 可是这个会有个 小小的缺失就是 你硬把它压进去 这边都会皱皱的 我觉得也不好看 所以呢 我要教大家怎么折出 这个底部的五边形 好 五边形 好 那我先再教大家 怎么做这个五边形 然后来当这个底部 就是 我之前做好的 这个是我五边形 你把它贴住的 有没有 五边形 做好的把它贴在底部 就不会像有些人 就直接一张纸把它贴进去 然后旁边皱一块 我就觉得不好看 然后 好 我来教大家什么 做那个五边形 那我先用这张 小张的纸做示范 因为如果我用这张纸 做示范 你看不到那个折线 你不知道我在折什么 所以我用这张纸 来做示范 五边形的 五边形的 然后一开始呢 你先 先对折 先对折 一个长方形 我示范出那个五边形的折法 然后你翻开来 翻开来是不是有折线嘛 你看这下面的这个点 然后这边 这 左上角这顶点的往下对 对到这个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顶点 它这个顶点 好 你看 它这边会有个点 交汇点 交汇点 好 刚才我用那个原汁笔 把那个点的点出来了 这个交汇点 交汇点 然后下面的往上折 折到这个交汇点这个位置 然后对齐 对齐好 好 那接下来呢 下面的再往这边的折线再折 这样子 好 那左上角的这个顶点呢 往这边折 边折 然后压住 然后压住 右上角的这个顶点呢 往中心点折 好 这两个边就做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右边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个顶点呢 往这个这里 交汇点在这边折 对齐 左边也是一样的做法 按个方向 这样比较好折 好 那这样子五边形就做出来了 翻出来是五边形 正五边形就做出来了 那刚才我已经有做好的这个五边形 因为真的太花了 好 那我们就是我们看一下五边形 就对一下嘛 对吧 这个顶点这边 好 来 有没有看到了 好 对好之后呢 我们后面 把它上那个 酸面胶 我觉得用酸面胶比较快 用白胶黏比较慢 好 那我就贴上了 酸面胶了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撕开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贴着 那你不用酸面胶也可以啦 直接把它放在里面也可以 那我这个人就比较 想要干净利落一点 好 就不想到到时候它又 突然一个为什么的 然后 好来 对齐好哦 这样子把它放进去 然后对齐好 比较偏中央 偏中央把它弄好 偏中央弄好 然后压下去 这样就好了 好 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 想把它压下去 那这边好像有点松松 可以再上一点那个酸面胶 或是上 白胶也可以啦 要用白胶好了 要用白胶 要用白胶 上一点点就好了 这边好像 有点 松的感觉 然后上一下 好 那它黏住 我黏好一点 好 好 那这样子我们的巨宝盆 就做出来了咯 好 那之后呢 我再还会再教 怎么用元宝 元宝你可以把它 做很多元宝之后 把它叠起来 或者是放在里面 都可以 那之后 我再教大家怎么弄哦 好 这是 神神的摄纸教室 请帮我按订阅 按赞 留言 请分享 好 我爱的朋友呢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my channel 我们的摄纸教室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